近节台湾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婷娟 欢迎收看近期的台湾 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 厨艺界的台湾之光 黄清彪师傅 出生宜兰三星的他 到新加坡打拼了36年 获得大小奖项无数 被誉为是除神教父 新加坡政府 已经两度邀请他成为公民 但是勾矣的黄清彪 舍不得放弃故乡台湾的国籍 如今更是回台开餐厅 端出即将失传的谭府宴 他不怕忙 只怕一生好本事失传 百年谭府宴 万变不离其宗 源头来自这浓郁的黄闷汤 汤的味道我想我会记得 因为一般来讲 如果很好吃的话 我就会记得 如果是中等我就不会忘了 这样子 我想我可能会记得 很好吃 我住在三菲兹 其实在三菲兹 你不可能找到 中国食物 所以我一直回到台湾 才会找到最好的中国食物 端出这一首谭府好菜的 就是拥有50年资历的名厨 黄清彪 谭府宴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宴 民国初年第一任行政院长谭延凯 是当年知名的美食家 因此谭家宴客的宴席 道道都是讲究的功夫菜 空有一生好本领 走到最后 全部没有机会传承下去 但我也很希望能够有机会 台湾能够有接班人 激进失传的谭府宴 精华就在精华浓稠的黄焖汤 必须用鸡肉 鸡爪 老鸭 中瘦肉 以及新鲜的胡萝卜汁 前后熬煮八小时 再开大火收浓 过程中要不停用力搅拌 才能捕碎之愁 而收汤入柜时 又是一门学问 穿戴上全副的防寒装备 把现煮好的黄焖汤 送进零下25度的低温 急速冷冻 使它这个胶原蛋白 跟汤汁不会分离 搅到它慢慢慢慢 它会浓稠了 到浓稠的时候就可以了 不停地搅拌 直到浓稠节豆 几乎要花上一整天 才算大功告成 之所以这么高纲 是黄师傅多年累积的 心法与坚持 油 水会分离的 胶原蛋白会浮上来的 而且你在热度 慢慢在解凉的时候 它会蒸发掉那个香气 胶原蛋白的香气 所以说厨师 有经验的厨师 它会急速冷却 因为好的汤 急速冷却以后 胶原蛋白跟汤水 不会分离 所以到冰冻库里面 是最好的 所以人家常常讲的 就是唱戏的腔 厨师的汤 这个肯定是 有这个来历的 自豪无味的谭云凯 特别钟爱的私房菜 未攻牙心 选用冬季的小白菜 上汤微软 锅意干贝 锅腿和鸡汤 蒸上40分钟 再用黄门汤勾芡 尽管是小品美传 平凡中却能见到真功夫 年纪大的人很喜欢吃 因为它第一个好吃 鲜甜 然后它很软 谭腐代表性的菜色 还有着糖心干包 黄师傅悉心巧手 用猪皮包覆 Q弹的20头包 再使出独门的毛巾包裹法 它包了一层猪皮 它那个胶质就给它含住了 有时候用毛巾 有时候用这种纱布 它可以吸住那个汁 进入这个猪皮 然后再进入那个鲍鱼 那么这个布呢 它会把这个油隔离掉 砂锅鸡汤还特别用竹笠巴围住 以免锅底粘住烧焦 煨煮后用竹签一次 就键分晓 这样代表这个鲍鱼 已经是糖心了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了 要像这个样子 竹签上粘着少许鲍肉 正是所谓的糖心 代表鲍鱼肉质 已经煨到像是糯米一样 有点弹牙又不会太黏 切起来很容易切 那吃起来也真的有点 很容易脚 你过来我这里 要有些东西 你就是看着我就好了 好 懂吗 片的时候你必须要 刀 这两个手要按住它 这样片 你才会做得好 那么片好的时候 当我们要切的时候 切开砧板擦干净 你看 63岁的黄师傅 精同香菜 川菜 粤菜 各大菜系 被誉为厨神 教父等级 但他的出身 其实是来自宜兰三星的小农村 13岁时 妈妈要他去台北讨生活 学厨最起码有饭吃 一开始什么都不会 只能从洗碗开始做起 你如果要用水壶烧一锅热水 泡下去当然是最好 但是有时候老板也会想 你去跟他烧热水那个煤 我们那个时候烧煤 也没有说瓦斯那么方便 烧煤也是要花钱的 甚至于说一包肥皂粉 可能要帮他用一个月 那如果一个月你把它用掉 他就认为是说 你把它拿来 偷拿来洗你自己的衣服 或者什么的 那么冬天洗碗肯定很辛苦 洗到手都要裂了 为什么那个很冷嘛 而且那个菜渣拔掉以后 那个碗盘里面肯定有油嘛 你洗到冬天真的是卡了一层溜 好像结一层冰这样 只有一个洞 手在里面摸索洗碗 然后再拿上来 如果现在想起来是很脏的 洗碗挑菜了一两年 不止学徒生活艰苦 师兄弟之间还会互相排挤 不过黄青标咬牙苦撑 就是为了让师傅看见自己 万一你做不习惯 你排回去乡下的话 那个年纪会笑你 你看你这个孩子没有用 怎么辛苦 都市都不会比农村辛苦 你这个孩子已经 我们台湾话讲求咬牙 就是说台北这么好 都带不下去 还甘愿回来农村种田 所以我们想要回去 都不敢回去 尽量要忍耐 要熬过这个时期 好不容易开始学艺 一个月只休一天 黄青标还会主动要求上班 终于博得师傅的信任 男孩子在十八九岁的时候 都是想要拍拖 因为餐饮业嘛 罗宾也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 人都是一想爱 那个女孩子漂亮就要去追求 我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只要我有成就 不怕没有人喜欢我 最怕就是你没成就 人生没有孤独 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如果我一天到晚 跟这些师兄弟去外面 去赌钱 或者去晚上下班去吃宵夜 平常又去泡妞这种的 第一个我给师傅看不起 第二点 我已经没有办法 专心学厨艺 我永远有一个概念 只要我有成就 肯定有人会喜欢我 渐渐的 黄青标成为餐厅的二把手 生计稳定了 他又在28岁那年 做了人生最重大的决定 答应朋友的邀请 去新加坡的餐厅工作 三十六年前 四十年前那个年代 其实出国也是 蛮有一种光中药主的 一个荣耀 另外一点最主要 我还是认为 去外国闯一闯也不错 不会英文 没有朋友 更没搭过飞机 黄青标拎着一卡皮箱 就涌闯新加坡 回忆当时 母亲只给了他一把泥土 打上飞玉清的歌 别有深意 听说你将远不重扬 到国外开窗 惊秀前途 送你一把故乡的泥土 我一听听到之后 原来这个送你一把泥土的意思 含义不是在于你 听说你到 要到国外去开创锦绣前途 送你一把故乡的泥土 我还是一直认为之后 可能是水土不服 要拿来煮滚水了 今后无论你在何处 别忘了这把故乡的泥土 除了对我绵绵的思念 请坚守这块深深的过渡 但是这首歌的含义 里面的含义就是 这把泥土 你永远要把它放住 你永远要看住这把泥土 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在台湾土生土壤的亲戚朋友 还有台湾嘛 在新加坡奋斗36年 黄金标展现韧性一路打拼 拼到国际连锁酒店的行政总厨 长达17年 2000年更被沿览到新加坡地标酒店 文明侠尔的中餐厅正是他的心血 在新加坡这个东西文化汇萃的战场 用招牌的黄门汤 端出慈禧宫廷宴 打响黄金标这个名号 因为他每一道菜都要献给皇帝 皇后 甚至于高官 所以厨师用他的智慧在食物上面 就制作一些象形的东西 这道松鹤延年堪称一绝 先是以白萝卜叼成鹤手的姿态 再用微过的白菜堆叠出丰厚的羽翼 用黄门汤勾芡后 宛如仙鹤 藤芸架木 慈禧寿宴上就有这道软嫩入口的名菜 选用好的白菜 白菜出在冬天嘛 要选比较硬的 质量比较硬的 它就会比较脆 那我们把它切开以后 用那个鸡汤慢慢把它味道很软很软的 同样很吉祥的 还有这喜鹊大虾 以新鲜虾泥捏出头身比例 再用片好的香菇排成赤堡 芝麻 红椒刻画表情 虾尾点缀更是令人惊喜 让小喜鹊栩栩栩如生 美观好看 而且那个虾很韧脆 好吃 有什么名人吃过吗 名人很多啊 比方说你比较高级的 像些明星这些都有 蛮多的 现在也记不起来了 一个来自台湾的厨师 杨明新加坡 黄师傅说 他的成功 来自于 这个从小到大的人格特质 自卑感重的人 可能他会有一个很大的成就 因为你自卑感嘛 那么你在洗碗的时候 我有时候看到女孩子收碗盘进来 都很不好意思妥滴滴的 好像男孩子跟人家洗碗很没有面子 越艰苦的人生越精彩 越困难的事业越壮丽 如同黄清彪所言 他这50年的厨师生涯 精彩又壮丽 家中百满三四十个奖杯 其中1984年的世界厨师奥林匹克大赛 黄清彪更是创下第一人 以中餐拿到大奖 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因为我能够满足自己 我是一个小学毕业的 我并不是一个高材生 但是呢 我能够坚持到底 坚持我自己的信念 到今天这么一个成就 其实我是很满足的 我还是感谢我的父母亲 为什么呢 他给我一个穷困的童年 我才有今天 越是穷困 越是自卑 越能够激发黄清彪的斗志 即便已经63岁 还是要精益求精 一如他人生的座右铭 当有人要看到你有成就的时候呢 想要一把手把你抓下来 想看你跌倒的 其实呢 这些人都是在扶持你的 因为人生 你必须要通过不理想的环境 通过问题 你才能够躲到今天 如果是每个人都在你的身边奉承你 讲你的美好的一面 其实你已经停止成长了 你不会再成长 黃清彪36年来 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政府已经朗度邀请 黄清彪成为新加坡公民 不过黄清彪还是欣喜报道 坚持用台湾护照 我就到我们台湾的领事馆去 我就问他说 我现在拿到想要拿那个新加坡的公民 那么台湾这边是怎么样呢 不然他就说 那你必须在我们台湾的领事馆内 拿一张丧失台湾国籍 我这个一天呢感觉到很难过 因为我在台湾土生土长嘛 我还是舍不得台湾 所以我就放弃了拿公民的这个权利 台湾也不错啊 可能是我们怎么讲呢 心里永远有一个想法 美不美家乡水 亲不亲故乡人 终归是亲戚都还在台湾 那么如果是我拿了公民以后 就好像有背去台湾的感觉 其实我心里挣扎了很久 最后还是放弃新加坡公民权 其实现在的黄清彪 已经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名厨 日子可以过得很安稳 不过高雄市长陈菊的一番话 让他决定回台湾 高雄市长陈菊 刚好他来吃饭 我去跟他打了招呼 还听到我是三星的 其实大家早期就是个邻居 还蛮高兴的 他就说你来这么久了都不想回去 我说想回去也要有个机会 他说凭你这样的手艺 台湾需要你这种人才 他就很希望我回去 六十三岁的年纪 当起空中飞人 台湾新加坡两边跑 忙归忙 但家人是他最强力的后盾 如果你叫他不要去 那可能没办法 因为爸爸是个很坚持的人 他要做的事 他就一定会去做 那我们孩子就只好能为他加油 鼓励这方面 我们不会怎么泼他冷水 因为有时候叫他放弃 他会说 他就是不要退休的那种心态 就是要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煮 现在我好像有两个家了 以前我刚刚出国的时候 把我们台湾当做自己的家乡 新加坡当做是异乡 那么以现在我来说的话 因为我孩子孙子在这边长大了 现在变成台湾是我的故乡 新加坡成为我的家乡 鸡腿打下去 我们把它召召 你召看看 召召 王清彪忙了大半辈子 孩子的成长过程 疏于参与 能够传承给宝贝小女儿的 也就是满身的厨艺本事 因为我不常在家里 他有时候他有兴趣的时候 就说那个菜怎么煮啊 有可能我说那你去买料回来 我教你一下 和家人下厨 纯属生活调剂 黄清彪心心念念的 还是落叶归根 我退休了一年 我想要回去我宜兰老家 那个我爸爸留下来的故乡 去过一个晚年的生活 一边是家乡 一边是故乡 每一边都放不下 黄清彪拿出努力不懈的拼斗精神 要在台湾擦亮厨戒教父的招牌 欢迎收看晋级的台湾 走上光鲜亮丽的伸展台 这是很多年轻男女的梦想 不过接下来这一位吴君豪 拥有一身筋状肌肉和暖男的笑容 曾经是男魔界的明日之星 但27岁的他放弃了 一幕前发展的大好机会 选择走入厨房 因为吴君豪不愿意让奶奶的四川 毛肚麻辣锅失传 所以他决定开店 每天上市场炒辣锅 自己一人从内厂厨房到外厂服务全包 为的是要延续家传的麻辣老滋味 红通通的正宗川味麻辣锅 任何食材只要染上这一抹喉 都能香辣带劲直冲味蕾 后切美国五股牛小排 严选Prime等级的肉质 油花和瘦肉的比例刚刚好正有嚼劲 肉香跟辣味合起来相得一张 它的麻辣锅吃起来很香 我觉得我吃麻辣锅的话 我第一口不会酸那个肉 然后吃的时候会有闻那个味道 很香然后又麻又辣 对 就会停不下来 爱吃麻辣锅的老饕都知道 麻辣锅的灵魂就是呆呆的压血 吸附了汤头里的精华 Q弹软嫩入口回味 非常麻又非常辣 对 然后吃到最后 就是会越吃越辣的感觉 然后就要把衣服一件一件脱掉 但停不下来吗 停不下来就是停不下来 对 它吃起来就是不会死辣死咸那样 它是麻就是 我觉得辣好吃就是它的麻的感觉 我看你都流汗了 对 因为吃麻辣锅一定要吃饱头大汗 这样才代表这个麻辣锅好吃 忙进忙出 负责上菜招呼客人的年轻人 正是老板本人 27岁的吴君豪出众的外形 精实的身材 总能让顾客眼睛一亮 因为吴君豪曾经是小有名气的男模 面对顾客 我真的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认为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脸都很臭 而且就是我的脸就是一个 我很屌之类的那种 很讨人厌的脸 但是我只要一跟你讲话 他们就可以跟我打成一片 吴君豪自己一人经营麻辣锅店 那场外场一手包 可以说是校长奸壮中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 就是先上市场买菜去 老板 这个铜号怎么卖 铜号已经六十 还太送葱了 不要啦 不要跟他们熬这些东西 真的假的 这么好 越来越多摊贩老板 注意到典型的传统市场 有这么一位非典型的阳光大男孩 你们豆腐一板怎么卖 一板六十 一板六十 算我五十五吧 好 那我要两板 高壮的吴君豪 俨然就是摊贩界的湿奶杀手 他是好像在那个 在电视嘛 民虚嘛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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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会说 你是那个艺人 他就说你是模特儿或什么 我好像在节目上看过你 然后我就会说 我没有 没有 我就是 我就只是来买菜而已 吴君豪笑说 以前个性害羞 不好意思杀架 现在可是很清楚 怎么跟老板高陪 就嘴甜 就是一开始就看到阿姨 就是跟她说 阿姨早安 然后今天今天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跟她说一些 说一些比较亲切的话 然后她就会 她觉得说 那个 那我就送你一些什么东西 可是碰到 如果碰到 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男生 就 没有办法 采买完毕后 一刻不得闲 整个早上 就要忙着 准备开店的精髓 选用嗆辣的朝天椒 仔细清洗 拨地头 去无存经 与辣椒为伍 就是吴君豪的每一天 打碎了辣椒 马上下锅现炒 同时要不断地翻搅 以免烧焦黏锅 所以一炒 就得在旁边 顾上一个小时 你看像我这里 就被喷到了 一开始被喷到的时候 都会吓一跳 就跳开 可是现在被喷到 就已经没有感觉了 就已经有抗体 就只是喷到 然后把它擦掉而已 为了强调 郑州四川麻辣锅 特有的麻味 得要加入花椒 罢隆点睛 有时候你炒完 然后忘记 可能眼睛痒 或是脸哪里痒 扣一下 然后就会 就会 就会超辣的 整个脸 整个脸都很辣 然后眼睛就会 碰到眼睛就会 完全脏不开 所以炒完辣椒 一定要趕快先去洗手 而且要洗三次 就很怕被喷到我眼睛 不过还好啦 我眼睛比较小 就喷不到 开自己玩笑 既腼腆又爽老 正是吴君豪 真心的招牌笑容 对他来说 牺牲玩乐的时间 每天早起晚睡 走入人挤人的市场 下厨房 这些年轻人很排斥的事 他做得很快乐 因为吴君豪知道 自己正在实践梦想 我高中的时候 我们都有写那个 都有写我的志向 大学毕业 在做模特的时候 那时候我不小心翻到 以前的资料 然后看到我自己写的 我的志向 把我家火锅店开起来 重新把它整顿 吴君豪家传的川味麻辣锅店 其实已经收掉二十年了 原来吴君豪的奶奶 是四川人 汉先生来台之后 大伙儿住眷村 实在太想念家乡味 特别是麻辣锅 只有在围炉的时候 才能让老爷爷 老奶奶 有回家的感觉 我这个人也喜欢可人 都素材都买 野鸭菜 菠菜 反正是这些菜 闻得很香 煮的 这个院转村闻到都来了 你们家又吃麻辣锅了 然后我说 好好你们喜欢 都来吃来吃 我们家一直喜欢可人 吴奶奶的川味麻辣锅 不止街坊邻居 大力称赛 甚至连当年同住 剧院村的电影明星好友 凡日行 向云鹏 都鼓励她 就勇敢开店吧 于是老人家真的 在民国76年开了餐厅 就靠着这一锅 拉拔了四个小孩长大 成家立业 最后交棒给最小的儿子金银 也就是吴君豪的父母亲 当年店里的生意 就像热烫烫的火锅一样旺 一开就是十年 不过最后 还是不抵大环境的改变 我们最后一个店收呢 是因为整个大环境改变了 因为吃到饱得出来了 那我老公他们 几个兄弟又都治不在此 只是吴君豪不甘心 家传两代的麻辣味道 就此乘风 奶奶 我好想听以前 你在眷村的故事 好 奶奶告诉你一个故事 以前我们到眷村的时候 冬天我都会煮一次 四川 重庆 毛毒 火锅 大家吃到都好高兴 对厨艺颇有天分的吴君豪 要求奶奶把一身本领交给她 我们无价的麻辣锅就这样做 然后炒酱炒了以后 这个高汤再大骨头熬 包起来再煮来了 就要慢慢的炖起来 要炖好久 炖差不多十个小时 老奶奶的智慧 正宗的穿式麻辣锅底 其实很简单 就是辣椒 花椒 调和慢炖的大骨汤头 要搅一搅 慢慢倒 对 慢慢倒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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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穷出江湖 所有小叮咛 孙子都乖乖牢记在心上揣摩 就怕当年蜂蜜老套圈的麻辣滋味 跑掉一丝一横 砸了吴家的招牌 你看 这个是麻 麻不麻 好 就是要麻麻辣火锅 就是又要麻又要辣 看到孙子这么肯吃苦 奶奶特别心疼 因为吴君豪曾经是圈内看好的男模 他却放下了正要高飞的事业 可以狂野 可以雅品 吴君豪轻松转换 驾驭各种风格 在镜头前 百变的表情和肢体 每个pose 节奏都像呼吸一样流畅 吴君豪大学面的是体育 原本要当运动员 却转个弯进入摩特尔圈 身高179公分的吴君豪 自知在圈内并不站高 所以苦练肌肉松转 大家都在练风的时候 我却要一只瘦一只瘦一瘦 所以之前 之前什么瘦身的方法 我们就试过 就是每天 每天都要量体重 都不吃饭 然后只吃一餐早餐 然后可能中午开始吃水果 然后晚上就不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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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一年严格的自我要求 逼出精壮感 加上他特有的东方面口 攀设服装行路 成了外国厂商的指定首选 以前拍八小时拍不完 是蛮常有的 因为衣服很多很多很多 那后来是拍到三四小时就拍完 吴君豪过去五年 经常在海外工作 最高纪录 光接一只广告 就赚紧七万元 其实在起步时 也曾经坦细细 都以零元 为一个底线的基础 可能这个月是没有收入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 一直省一直省一省 省到我们去 我们喝水啊 都是用一个宝特瓶 然后去到处装水 连水都不买 吴君豪苦笑回忆 默默无名 零收入的时期 其实疯狂结实健身 还不算真正苦 苦的是家里闹革命 他去参加那个选秀 结果误打正早 就给他得了第一名 对啊 然后就这样子 就这样一路就这样下来了 那我们也是后面 他都没跟我们说 他去参加这都没跟我们说 我是看到新闻报道 我说老爸那不是你儿子吗 然后才晓得 老爸只是跟他说 我只是拜托你两个行业不要做 一个饮食圈 因为怎么讲 吃不饱饿不死 你要不就大红 你要不就干脆就不要做这个 毕竟是年轻人 刚接触到时尚最男美女的 目前世界 当然觉得像是泡泡般梦幻 于是不顾父亲反对 当完兵后 从零开始全力投入模特事业 那段时间他们问我都很好 只是他们可能也看得出来 因为就是我都很节省 然后可能出去吃饭什么的 我也就是可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帮他们支付一些什么 其实我们做父母的眼睛一瞄就晓得 他有没有钱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我啊奶奶啊 有的时候三不五十就塞点钱给他 其实这没办法奶奶疼孙子嘛 那这个老妈也要疼儿子啊 一两年过去 吴君豪的知名度和收入都稳定了 更是常常待在海外工作拍照走秀 辛苦耕耘的事业正要进入收割期 吴君豪的心里却始终有个缺口 我是我家唯一的男生 然后我认为如果我不做的话 我们家就没有人能传下去 我如果继续做模特这个行业 我可能会离家越来越远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回家 尽管经纪公司 安排他往戏剧发展 强力挽留 但吴君豪心意已决 model这个圈子 你要真的要撑下去的没有几个 家真的撑下去真的蛮辛苦的 因为机会真的 model太多人了 所以真的要撑下去 很多人就是想要一直往model 目前发展 但是能放弃的 放下自己的身段的 再作弊其他的事情 真的没几个人 是有自己想法是好事的 26岁那年 吴君豪做出抉择 再度归零 找了个小店面 重开家传的麻辣锅店 自己是厨师 是服务生 也是清洁工 跟模特儿的生活天差地远 客人走了之后 你还要清他们的吃完的垃圾 然后桌上都是什么 卫生纸脏的东西 你都要用手抓起来 那个真的 应该不是一般模特儿可以介绍的 模特儿都还可以骂人 说你帮我化妆化成这样 或者是什么样 或者是说你头发 头发没有把我整理好 我想要再重新弄一次 或是这个妆 这里可不可以怎么样 就是一直在不断的要求别人 但是在餐厅就是被别人 一直不断的要求 做父母的嘴巴上说不管 心里怎么可能不担心儿子 最后也一起聊得起 他老爸就跟他说 你有本事要做 你一个人去做 不要把我们拉下去 结果到后面看一看不行啊 他一个人 怎么没办法分身乏数 然后他又要采买 辣椒啊什么肉啊 都是他要去 那你说厨房这些 我们不进来帮他怎么行 小小一家店只有两桌 每天光是午餐晚餐做买 装裸四十人份的食材 就足以让爸妈和自己忙不过来 吴君豪担任空虎妍的女友 也跳下来帮忙 当初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还是模特 就是大家都会说 哇你男朋友好帅喔什么什么的 但就是会觉得他好像 也没有特别在做什么事情 但现在就是大家都会说 哇你男朋友开店呢 觉得他怎么可以就是年纪轻轻 然后就自己去做这么多事情 然后就觉得 其实我更喜欢现在的他 对 因为就觉得他现在 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忙 然后真正知道自己 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就还蛮听他高兴的 吴君豪灵活思考 把家传辣椒酱上网销售 打破传统的罐装 做成小包礼盒 手工一包一包慢慢包 朋友都亏他 这样恐怕赚不到钱吧 我认为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很开心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东西事物超值 就是我卖这个价钱 他们觉得 比这个价钱的价值更好 最感动我现在 他第一个做那个辣椒 先做那个辣椒 我觉得不简单 我好好 这么小辣椒 那么一罐罐做 我就很信念 因为觉得我这个孙子真厉害 比奶奶还厉害 开店 网购 双箭头经营 累但累得值得 因为与家人的空白 慢慢填补回来 我之前跟我爸都是用吵的 讲话都是用吼的 我也开始慢慢再重新认识他 然后他也开始慢慢接受我 那我们就 家里其实变得就 有默契 比较有一点默契 不然之前我其实 好陌生喔 从运动选手 到时尚名模 再到麻辣小王子 吴君豪不到三十 人生就转了两次弯 但是每个从零开始的过程 都是他的能量 模特尔对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 现在 眼界 再来就是 有一个好的样子 听到厨房 然后 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我认为这两个东西加起来 刚好就是一点意外 就是我可以把表面固好 我可以把外面做得很好 很漂亮 然后 我内心也很长大 走下光鲜亮丽的伸展台 吴君豪看似失去光环 但寻回的是满满的清醒 和吴家的老字号招牌 欢迎收看 近期的台湾 你能想象花店也会卖牛肉面吗 还有凯撒沙拉上的花也可以吃 这些看似很不可能的菜肴 林秀德跟林慧里这对妇女党做到了 她们是台湾知名的花艺世家 开花店也交叉花 不过因为父亲林秀德的私房手艺太好 在顾客要求之下 就在花店卖起了牛肉面 而且一卖就是20年 五颜六色的冰灯花朵 除了赏心悦户 更难想象的是 以花入菜 花就是菜 口感好妙 上面有花瓣 对 然后它的凯撒的酱 其实不会咸 就还蛮甜甜 甜甜蠻顺的 对 蛮好吃的 它花捨得吃 嗯 还蛮好吃的 鲜艳的食竹三色景 腕子千红 就像是盛开在青草绿上 食用花 所以我们都会 这个 每个礼拜会空运到台湾来 然后就要像叉花一样 把它点自己 原本该是常见的凯撒沙拉 成装在通透的玻璃器皿中 看起来就宛如艺术品 它真的就是无毒栽培的 所以它花的数量也有限 那所以它也不能说 特定哪一种花可以指定的 所以每一个人可以拿到 都不一样 然后另外就是 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高 好 相当于吃一朵就知道 差不多一瓶饮料钱应该有吧 好 好 所以里面有三朵的话 就等于是喝了三瓶饮料的费用 在这么雅致的花店环境中 享用美食佳肴 正是老板林慧里的点子 因为他们一家人 是台湾知名的花香市家 可以把华语推广 让每一个家里面 就是整个环境 大环境也好 就是台湾也好 就是不是只有我们的花漂亮 我希望整个台湾的花都很漂亮 那只有唯一 这是我爸爸一直跟我讲的 只要整个台湾的花漂亮 我们台湾的花 才会有人看得到 父亲林秀德 是台湾最早的花艺设计师 民国55年就开了花店 精致化的蓝海路线 一直是正商名流的最爱 采访这天 正好遇到前立委潘维庚来订花 已经买花买到变成老朋友 同样也对他的牛肉面 赞不绝口 记者朋友同场 因为在来采访花 我没有什么好招待 就最简单 就牛肉面端出来 结果报导出来 不是花 还是牛肉面 是最第一次这样子 后来他们还找 以前我们开过 大家合作来开过牛肉面馆 我开往下 我发现怎么开牛肉面馆 你要吃 我就随时来煮给大家吃 开面馆不要 可是我几年以后真的开了 我从还没有他开店 吃他家的牛肉面开始 就是因为很好吃 大家都鼓励他 这个可以开店吗 可以开店了 没想到就真的开了店 原来他从101 从我们花式 现在搬到自己家的旁边 更能够把这样的感觉呈现出来 新鲜的蔬菜 洋葱 红萝卜 每天现场提出蔬果香气 加近熬上七八小时的牛骨汤头 说特别 其实也不特别 但就是牛骨暖暖的爸爸味 十斤牛肉就有两分以九下在里面 而不是说煮完我们一起要煮 最后整合就是 这么多整合的一个甜汤 各种味道整合在一起 产生一种特殊的牛肉面的味道 没有说用什么汗药什么 没有 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煮起来大家就很夸奖 那爸爸面也是特别去这个宜兰找 他家乡的一个手工面 所以面吃起来跟一般的牛肉面不太一样 它有一点点粗度然后很Q 然后你在吃那个面的同时 你那个汤的味道 它都有办法跟面一起吸进去里面 Q彈面条吸饱了牛肉面的汤汁 配上大块入味的牛腱肉 就是已卖20年的花点牛肉面 汤头非常的浓郁 而且它虽然是很浓郁 可是它不会很油腻 那汤的味道非常的爽口 还有它面条很特殊 虽然看起来是细细的 可是非常的Q彈 还有它的肉质的话看起来很大块 可是它入口即化 也非常有弹性 把花店结合咖啡香 西式的咖啡店又有卖中式牛肉面 但是整体却毫无违和感 身为30年熟客的美食家陈宏 下了一个漂亮的注解 花吃和吃花的这个概念上面 我觉得来这边吃饭 其实不是像一般餐厅 我会觉得我们在学 我们在学一种优雅 它在打造一种CEO餐桌的概念 它也告诉大家 其实再有钱的人到最后 他还是要回归到最小时候的感觉 陈宏如此推崇林秀德 因为他是从身无分文的富一代 打拼出今日身家 林秀德小时候父母双双过世 14岁独自从宜兰来台北讨生活 一开始在市场卖花为生 之后到企业上班 当老板助理跑腿 空挡时勾矣的他 帮老板家里插电话装饰一下 没想到就是这份主动 改变林秀德的人生 帮他插花 插到后来 他来很多朋友来他家吃饭 宴会 他发现我会插花 他们邀请我 然后什么时候我会请客 你也来帮我物美化一下 老实际上回想起来也觉得很好笑 当时的薪水不很高 当时我插花所拿到的小贿 都比薪水高 有时候给你50块100块 那时候我一个月薪水 才赚400块钱 林秀德插出心得 不只帮豪门插花 也开始当花艺老师 从原本几百元的薪水 收入可以达到2500元 直到现在依旧饱刀未老 我一直在依旧 我是对着你插的 不是对着我插的 哇 可见工的 我有每个地方 要拿一支画换在哪里 我就从后面看 跟前面看都差不多一样 因为熟那么深巧 人家问我什么流 你刚才看我什么流 一刀流 一刀剪下去就插了 没有第二刀的 林秀德笑说 自己是最会碾花惹草的男人 也因为插花 认识了日本来台交流的 花艺老师 展开了异国之恋 未来岳母 第一次看到林秀德 就决定要把女儿嫁给她 我坦白跟她讲 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结果被老人家骂 难免那么没有秩序 我都可以把女儿嫁给你 你难道不敢去 去努力去扣服这些困难 我反而被骂了 那心想好吧 既然你这样讲 这样讲 那我就试试看吧 这场台语联姻 男人结婚时 没钱交换戒指 只能交换插花 夫妻俩借钱创业 开花店 林秀德更在40年前 看到商机 嵌入原造花外销产业 拼出了一年上百万美金的营业额 还能拉拔两个女儿长大 出国念书 尤其是大女儿 特别取名美业 就是日本与中华 因花而美 爸爸很像是一个 譬如说梅花之类的这种花材 就是他可能是在寒冬当中 他会盛开 因为我觉得 当然很佩服爸爸 因为他可以算是白手起家 那从零到现在 他的这个奋斗的过程 其实是我们年轻人做不到的 姐妹俩从英国念书回台之后 年轻人的新思维 决定要好好改革 花店把它弄得有 就是有点类似像沙发区 有陈列区 有陈列区 把花店弄得很像一个居家的环境 然后灯光呢 有一些是比较暗的 有一些是比较明亮的 很多老客人进来就说 哇 这火点哪有暗 然后就觉得说看不到花 那时候其实也跟爸爸有很大的争执 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把我们的花店 改变得比较属于年轻人的感觉 最后老父亲还是放手 让两个女儿去改变老店 从原本的鸟语花香 加入咖啡香和牛肉面香 事实证明确实可以完美结合 现在妇女的相处时光 就是彼此花意切磋 文姓男的肾条比较柔软 加进去他看到这个大鱼花比较硬 那就把它刚揉并用 会比较亮 林秀德的花意天分和美感 完全遗传到小女儿身上 林慧里现在也是常常出国教学的大师 可以说虎妇无犬女 结合鲜花与美食的餐厅 凝聚了全家人 虽然业务量更忙了 但妇女三人忙得很甘心 花其实就是我们全家人 喜欢的一个工作 然后其实做花真的很辛苦 因为很多人花店的第二代 不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做花 的原因是所有的节庆 情人节 母亲节 父亲节 只要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或者是过年 甚至于到处夕夜 其实我们全家人 大家各自都在帮客人插花 可能是因为我们全家人 一起做这个很辛苦的行业 所以我觉得家人的感情会更好 林嘉仁对花仪的热爱与坚持 透过美食传递给更多人 把生活美学落实在指尖与舌尖 在今天节目里 我们看到了南模吴君豪 花仪老师林慧里 都努力地传承上一代的好滋味 而亚洲出身黄青标 年过六十还回台开店 他们都不怕辛苦 只怕好手艺失传 这些是平凡人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静节台湾 感谢今天的收看 我是老婷娟 我们下次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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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